一起准备去提车了 一台什么车呢 全新的奔驰翼 这辆车呢 给人感觉真的外观呢 还是很漂亮的 网友朋友们说不太好 我们来问一问他 朋友你感觉那辆车怎么样呢 非常好 今天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开心 心情非常开心 我们一会儿再来问这阿姨 今天你买这么一个车 值不值你感觉 值 我们一会儿也问一问 销售这辆车落地 它究竟需要多少钱吧 哪个老前面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车呢 就今天这个小伙子 把它给拿下了奔驰的意义了 这个车还是买一个大标的 我呢也劝过他说 我说你买一个立标的 将来呢 你卖价格呢 会更加的合适一行 而且大标呢 偏向于年轻化 很多那些群众呢 不是特别的接受 卖的群体呢 也不如立标来这么的好 他呢他也是说 说他就是喜欢这么一个外观 他家里面人呢 也说话也行 所以他孩子 性子来吧 我呢也真的是佩服哈 这么贵一个车 你四五十万的一个车 孩子喜欢呢 就直接就给他买了 真的是有钱而有人性 配置方面呢 是属于2021款 1260L 运动型 它也是个四驱一个版本 新车指导价呢 是461,900 这个价格呢 也是一点都不便宜的 不知道老铁们感觉啊 这个车外观怎么样呢 反正我看着呢 是有一点小气 感觉它一个前脸 车长呢 5米07 车翻呢 是1米86 它这么一个尺寸呢 放在通缔里面 是确实是大了 比奥迪A6 还有再大 但是总感觉呢 它这个部署啊 利益比较来的 这么的大气哈 全车呢 它的发动机呢 都是一个220T的 一个排量 这辆车最大马力呢 是197匹啊 一个直列四缸的 百公里加速呢 7.8秒哈 这个动静呢 也还是挺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看这个 奔驰夜台内饰 是什么样子吧 内饰方面呢 我们能看得到啊 它这个车的话呢 整个一个 内饰的飞维感的 坐也是很好的 整个座椅呢 也很舒服 中共台呢 还是这么一个 老款的一个横平 但它方向盘呢 已经变成一个 最新式的 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看的 这里呢 就是它的啊 副驾驶上的啊 一些像出空啊 包括一些分泌灯之类的 整个车呢 也是采用了 类似于啊 胡桃木这么一个设计啊 当然它整个车呢 没有显得特别的老气 这是它的第二排了 因为是一个 家常版本的 一个奔驰夜 它的轴距呢 已经是达到3.07了 肯定啊 空间方面特别的足 这部车呢 优惠地度现在是 特别的小的 之前呢 我想说奔驰夜 刚上试的时候 能优惠到 接近4万块钱啊 优惠地度很大 而那一项宝马5系呢 能优惠到3万多 奥迪A6呢 能优惠到6万多 现在呢 都已经优惠不了了 那这个奔驰夜呢 刚才呢 我们和宣说也谈了 因为这个车呢 它已经定下来了 这个车总共 这个它优惠了 3.000块钱啊 可以说优惠地度 非常的小 裸车价格呢 是45万8号 但是全部落地 已经值50万了 大家感觉花50万 买到这么一个 奔驰的1260 并不是奔驰的1300 值不值呢 好看